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穆帅在场边的表现 表明 他快被气疯了各项赛事四场不胜 令莫里尼奥的处境非常危险 每日劲爆声称 无论此战结果如何 麦联都将解雇穆帅 虽然天空匹域和BBC两大媒体联手辟谣 认为狂人不会就此下课 但毫无疑问 于牛海的比赛是莫里尼奥必须赢下的背水一战 否则他身上的压力将众弱万重杀 穆帅暴露 然而比赛开始仅七分钟 穆帅就吃到当头一棒 麦联防线出现致命漏洞 切尔西就像 在前还与穆帅聊的火热 德肯尼迪前插的球后扣过二十里摇 左脚推着破麻 对于智力丢球 站在场边指挥的葡萄牙人已经非常不满 但令他震惊的还在后面 败利面对失球单若目击第十分钟 切尔维又露传中 武藤家既进区内从荣转身进射破门 满连镜然而球落后 此时 穆里尼奥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火气 怒动双眼 挥手怒斥后防球员们的糟糕表现 而哥特迪尔终未败利 在丢球后更是呆若目击 眼中毫无生气可言 不久之后 他就被木帅放下 恐怕将从此彻底失去狂人的信任 念周